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令明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愿圣灵引领我们 安静我们的心灵 来到亲近上帝 今天要和你分享的主题是 征服大山 我们先听一听撒母耳记上二十章 三十五至四十二节 第三十五节 次日早晨 若拿丹按着与大卫约会的时候 出道田野 有一个童子跟随 若拿丹对童子说 你跑去把我所射的箭找来 童子跑去 若拿丹就把箭射在童子前头 童子到了若拿丹落箭之地 若拿丹呼叫童子说 箭不是在你前头吗? 若拿丹又呼叫童子说 速速地去 不要迟言 童子就拾起箭来 回到主人那里 童子却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只有若拿丹和大卫知道 若拿丹将弓箭交给童子 吩咐说 你拿到成里去 童子一去 大卫就从盘石的南边出来 苦福在地 拜了三拜 二人亲嘴 彼此哭入 大卫哭得更动 第四十二节 若拿丹对大卫说 我们二人曾指着耶和华的名起誓说 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 并你我后裔中间为正 直到永远 如今你平平安安地去吧 大卫就起身走了 若拿丹也回成里去了 你可能曾经见过或者听过类似的这句话 一个人走得快 不过一班人就走得远 这句话是否说得很好呢 但又有没有可靠的研究能够证明 这句话不单止好 而且还说得相当正确呢 是有的 事实上有一项由英美学者进行的研究显示 当人独自站在一座山前面 这座山就显得高大宏伟 不过如果是和其他人一起站在山前面呢 虽然是同一座山而已 但是这座山就会变得细少了 换句话说 有他人支持是非常重要 他甚至可以将我们心中的大山缩少 大卫在和若拿丹的友谊当中 同样都体验到这句话的美好和真实 在撒母义记上十九章九至十八节就描述 在大卫经历素罗王的渡火 就好像一座无法翻越的大山当中 就令大卫为自身安危而担忧 如果没有他人的支持 即是来自大卫最亲密的朋友 有若拿丹的支持的话 这样大卫的人生可能就会截然不同了 在当时 若拿丹知道他的爸爸要杀大卫 又看到爸爸这样悲劣地去对待大卫 心里面非常难过 他选择和这位朋友大卫 站在同一阵线 甚至为大卫质问爸爸素罗 在三十二节描述 他就说 他为什么该死呢 这位蒙上帝祝福的友谊 鼓舞大卫 让他按照上帝的旨意 成为以色列的君华 要知道我们的友谊是很重要 当上帝位居友谊的中心 我们就能够互相激励 去做比想像中更大更好的事 各位朋友 你可以在哪里尋求他人的支持呢 有哪一位朋友 又需要你的支持呢 撒母义记上二十章四十二节 冤夜和话在你我中间 并你我后裔中间为正 直到永远 如今你平平安安地去罢 亲爱的天父 好感谢你 因为你在我生命中 安排了有一些人 帮助我 能够以正确的眼光 看待人生中的大山 奉主命求阿们 灵良透视 大卫和约拿丹之间的友谊 是经得起时间和环境的考验 在撒母义记上二十章记载 约拿丹为了保护大卫 拔食慕生命危险 反抗自己的父亲素罗王 而约拿丹虽然可以继承 素罗的王位 不过约拿丹并没有 将他的妹夫大卫视为正敌 反而和大卫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而在第二十三章十七至十八节 也记载 约拿丹确保大卫的安全 确认大卫会成为以色列王 并且与他立约 以此鼓励大卫 而在二十章十四至十七节 以及四十二节也提到 大卫向约拿丹保证 即使约拿丹死去 仍然以慈哀永远恩代约拿丹的家人 去到三十一章一至二节 就记载约拿丹最终战死沙场 之后大卫就写了一首哀歌 要由大百姓纪念约拿丹 并且将他视为英雄 大卫好看重你一份友谊 并且信守承诺 照顾约拿丹的瑶子 也就是强腿的米飞波池 求圣灵帮助我们靠着基督 活好今天的生命 如果你对今天的内容有所共鸣 邀请你可以转载和其他人分享 又或者可以下载 灵命日良的手机应用程式 继续收听其他的属灵材料 甚至你也可以留言和我们分享 彼此代统 愿上帝慈福于你 2022年